大家好,我是载身的小甘罗,今天我们来讲一下Java的GPA,GPA就是JavaPersistence API,那我们就可以用它和其他数据库进行交互,比如说MySQL数据库,像我们上次说到的,我们首先要去下载一下MySQL Database,我们可以在这里。 比如说你可以安装一个CommunityServer,不过最后一号也安装一些ClientShare或者是Workbench,我自己安装的是一个Workbench,然后在安装之前,我们得create这个Database专闻给我们的这个例子用,我们可以做一个简易的交互系统,比如说我就可以create一个Database, 我们给个名字,我们就叫做Db1吧,就随便起个名字,好的,好,现在就这个Db1了,好,接下来我们去StartSpringIO,下载我们需要的东西,可以叫这个, 嗯,我们叫哪",嗯 它叫什么呢,嗯,嗯。 myon students,嗯, which you 然后我们要加GPA 然后我们要加MySQL的Driver 好,然后我们 generate 这东西拉到我们的桌面 解压 好,然后开Intelligree 这方面打开我们的Seeder Management 这个项目 好,我们去 他还在一些download Maven的一些 Driver 好,我们去我们的那个 Sources里面去我们这个 Education properties 这里要加一些东西 因为我们要连MySQL 所以我要告诉他 我的MySQL在哪? 我的用户名在哪? 我的用户名是什么? 我的密码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告诉他 Spring Url 它是等于GDPC 然后MySQL 然后我是在本机上安装的MySQL 43306端口 然后我们刚才DB名字叫做DB1 然后比如说我可以告诉他我的Server的time zone是UTC 然后我们可以告诉他我们用的编码是Traset encoding 是UTF8 好了 然后我们这个Datasource的Rusername是root 然后我们还要设置一些JPA的一些属性 Data 这个叫Database的platform 这个update是说如果我对我的model有任何的变化 比如说我加了一个column 那么这个变化也立即会当我启动我server的时候 它会反映到我的那个数据库中 如果是在生产环境中 我们一般用比如说用node node或者什么 这样子的话 就是它不会影响数据库 因为数据库schema是经过我们进行设计的 我不希望我说我不启动一个代码 我启动我的server 就把我数据库的schema给改了 然后这个是用来debug可以用 就是当它跑一些cpu移住的时候 它就会print到console里面 所以这个六行就是我们的基本设置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能不能连到我们的数据库 直到它跑起来就可以了 直到它跑起来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package 我们可以叫做model 然后我做model的话 我们可以create一个 比如说叫student这样一个model 好的 首先我们回到那个 好先把它对下来 好我们回到这里 我进去我的db1 我看一下我有哪些表 现在我们一张表都没有 好我们看一下如何让 主要screens自动把我们的身份表 那我们这里就可以用它的一些annotation 告诉它这是一张表 然后默认的名字就是这个类名 然后整个抄向来的一个字母消息 我们也可以显示的给它名字 比如说我这张表就叫做student表 好然后比如说我有个field 是我的primary key 然后我在这里就有一些annotation 告诉它atid就是告诉它这是我的主件 然后告诉它我的自尊方式是什么 就我的生成策略 生成策略默认的话 你看是generationtype.auto 也就是autoincrement 我们就用这个写上去 好然后我们再来一个比如说学生有名字 然后有个at column的属性就可以给这个名字添加一些比如说限制 比如说numable.inforce默认是to number.inforce 就是说它不能为难 我们必须要有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可以给这个column一个名字 比如说就叫name 但是默认的话它也是这个name 不过指定的话就是代码会更清楚些 然后我们可以 说generate一个constructor 然后我们可以再给一个默认的勾导函数 然后我们可以再generate一些getter和setter 好我们启动一下 好的我们看一下我们设计库有没有变化 果然它帮我们申请两个东西 我们看它们分别都是什么 比如说 scribe student的这张table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另一张表 它叫做什么 它叫的是happiness sequence 让它 copy一下 首先 它有几个结果 show database 我把它就去掉 还有两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是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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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的NextValue值就变成2了 所以每次我们用AutoIncrement插进去一个那个 插进去一个记录的话 我们都会从HappinessSequence里面的 这里去去那个值当做我们的主件 好了 那我们可以在 我们可以在那个override 比如说override它的toStream方法 非常方便我们那个debug 比如说 primaryID是 getID initialize 给他个问问 Hosschyn的话加那个 比如说我们给他一个 你自使 Name 好那接下来和之前说的我们上一个DAO 那我们就create一个package 叫student.dl 然后 诶错了我们contrastate一下 取消 用个package我们叫DAO 然后DAO里面我们用一个 找class 这里我们选择interface 我们叫它student.dl sprint的话它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东西 这里我们就需要继承一个criud repository 它是有模板的形 我们需要告诉它我们 我们的表是什么 我们的entity是什么 另外的是我这个entity它的key是什么 然后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我们看一下 这个criud repository 它给我们提供了save find by id exys by id find all 然后什么count delete 就提供了基本的增生改查都有 所以我不需要去实现任何东西 只要我继承它 它因为它知道我的表 它知道我的主件 那些方法的实现 只要这些就可以 好那接下来我们 create一个service package 然后加个class 叫做student service 好的 那么student service里面我们要做的就是 首先把这个dl include进来 叫studentdl 我们加一个constructor 然后我们这里可以用autowire 我们加了这个constructor之后 我们就可以实现 说学生的什么增生改查 比如说我们可以实现一个 我们可以实现一个 我们可以实现一个add addstudent 好我们传进去student 好我们看一下学生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学生的名字有没有设 如果学生的名字没事我们可以 show一个exception 所以我这里我们还可以用一个package 叫做exceptions package 我们可以create一个比如说 student empty name exception 然后这里的话 然后这里的话 它只需要 去继承我们的run time exception就可以了 去继承我们的run time exception就可以了 好 好 好 这里我们可以 说我们可以 那个override 提出那个 这个 这个 constructor 不过 我们 不override 没关系 因为我们自己什么都没有做 这里的话 就可以 show一下 刚才的这个 比如说 student empty name exception 所以我们可以说 我们可以说 那个什么 student name cannot be empty 然后我们可以 return一个 studentDL 然后就用它来把我们的student给保存下来 然后我们可以实际一个update student 就是update student 传进去的还是一个student 我们要看它的id 假如它的id是now 或者或者 id是empted的话 或者或者 我的d 我的那个dlo里面没有这个id exists by id 如果我没有这个id 如果我没有这个id 那就说明 这个学生是不存在的 那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先建一个exception 叫做 student are 这个 其实 如果 好 这个 就是 是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更新这个学生 好了 然后我们还可以比如说实现一个达到所有学生的函数 然后我们要转化一下 然后当然我们还可以封装一下方法 我们可以说get student by id i return的就是studentdl.findbyid 然后让id传进来 然后这就是对这就是一些简单的api service 然后我们可以加一些controller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like class我们叫studentscontroller 好的 之前一样它是个restcontroller 我们下一次一个pass mapping 比如说我们叫api student 然后api student的话比如说我们叫get方法 public.list.students 然后我们得订阅有个成员 就是我们的studentsservice 然后我们生成一个constructor 然后我们调用service的方法 然后students这里可以在顺便加到autowire 好的 然后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students有然后我有加学生的方法 比如说加学生的话肯定就是个post方法 我们可以直接retend student 我们可以直接retend student 这就叫register student 然后post方法 然后post方法我说过有个request body 就可以把学生给传进来 然后加学生的话如果学生姓名我们之前会说有抛出异常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我们有try catch的语句 i的话students就是说save student 那就等于student service 或是add student 然后这里我们如果有异常的话 最好强一个400bade requests 所以我们可以用response entity来分装一下我们的students 如果成功的话,我们就可以returnResponseEntite.ok 这里可以直接用unregisteredstudent 然后我们可以加上一些student的资本信息,chooseStringer的方法 否则的话,我们可以开始用emptyName这个exception 就可以returnResponseEntite.Status的话,可以htp400 然后我们创一个body,body的话我们就是e点的message就可以了 好,我们看一下,这里好像有点编译错 我们可以看一下,fident non-exist exception 这里我们最好还是out there 我们override一下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有点编译的 好,这个方法是有点编译的 他这里抱怨说AutoWire的这里 StudentService他找不到 所以我们的这个StudentService 我们要加一个AddServiceEducation 这样抓了依赖注入 才会把它加进他的后选列表里面 他的依赖注入 好的我们再跑一下 好 这时候他就启动了 我们去用下我们的Postman 我的学生是空的 然后我们可以加一个学生 然后我们是用body.json的格式 然后我们传一个名字就可以了 所以我加了我加Tom这个学生 他说master not allowed 最好的是因为我的You are requestMapingsRegister 好他加了一个Tom 我们看加完Tom之后 我的名字是不是有什么变化 然后我们考一下这语句 我们先看下看随身表中有10万 其实表中只有Tom是我们刚插进来的 然后他就HandroidService里面 他的值就变成2了 之前是1 所以一些都是按我们想的那样子工作 好我们可以在设计的比如说Jack OK Jack可以加成功 我们get一下 OK 我把所有的学生都看几个下 刚才我们Jack两次 这没有关系 比如说有两个人 两个人都叫Jack OK 好 接下来我会有学生这样表 那我就想把它和 说我是简单教务系统 而给学生分配班子 那么 我们再来 我们再推一些一些班子的这样表 所以我就加一个新的model 我model的名字就叫做University class 我们也给它一个显示的名字 Table Name的话就叫做University class ID的话也是和Suite and Young 我们把它当作主件 也是用之增 然后的话班子比如说 什么2000年的三班 2005年的一班 所以我们加两个变量 Integer Integer Year 我们叫它 年级班它不能为空 所以None about 然后对于Force 然后默认的Column 我们它就是Year 我们就不写 然后还Number 这个就叫起班吧 起年起班 好的 然后 好 然后 我们 然后 能够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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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是 这个还有一个单字,那我们叫一个单字,ok,然后我们把它return出来 那同理我们有一个DL,是UniversityClassDL,InFace就行了,UniversityClassDL 那和它和studentDL一样,我们继承一下这个CiUD就可以,把我们的table的名传进去,把我们的key的类型传进去 什么都不用做基本的增商改查,增商改查就有了,那我们加一些service,叫UniversityClassService 然后,我们要用到UniversityClass的DL 然后,我们 generate一个constructor Auto-wired,ok,好,那我们的UniversityClassService 最简单的 把所有的单字拿来,getAllUniversity 然后,我们把它return我们的DL,DM,FindAll 然后,TouchBeat,我们把它return 我们把它return 我们把它return 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检查,就是我们不能,比如说,加过去很早的半字,或者加未来很远的半字 我们先看一下,新年是第几年,第几年,所以我们calendar这个utility get一个calendar的instance 然后get,就是说我想拿年份就可以传calendar.year就可以 比如说我想创建的年份的话,它是以前,那我们就可以说一些exception,就可以再加一个新的exception 我们叫做UvalidUniversityClassException 同理,它也是自成一下我们的RowTimeException 然后我们可以给它一个instructor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假如 然后,它在太遥远的未来,比如说,Count2加1 一看12加1,还要打,我们也可以说一个exception 然后,TedClass,就是我们发Future 我们可以看一个UniversityClassDL点 save,把我们的UniversityClass给保存下来,这样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对应的,要有一个University这样子的 UniversityClassController UniversityClassController做的事情就比较简单 我们把这个Service给传进来 GenerateConstructor GenerateConstructor CoshAutoWild 给我们的这个呢,加上RestController,加上RequenceMapping GenerateConstructor 就是API class 好的 然后加一个GetForm法 它会所有的 认识 GenerateConstructor GenerateConstructor конт because Cumper Dropbox GenerateConstructor 就是点那个 in all classes 就可以了 这里我们选择一个 post form法加单子 postmarking 然后我们再给它叫一个 url 叫 add 它也一样它也是有整个 response entity string 設置 求着整个文章 写前,然后再让我们去分辨的文章 那我们去分辨的文章 写了,我们要去分辨的文章 classException,如果不cache到我们就可以跟前面一样,你可以直接把前面的给超过来, 我看的是这个东西,我们尝试去保存一个savedUniversityClass, 我们按下,我们按下一个宣传器,然后按下一个宣传器,按下一个宣传器,然后按下一个宣传器, 好的 我们看一下 看这里输出来的其实都是CQ语句 我们在执行的时候 看 因为我们家里找一个新的entity university class entity 所以它就帮我们 它们就帮我们 create了一个新的table 看 id non-null 什么number integer non-null year integer non-null 然后这些primary case是我们的id engine就是innerdb 然后我们这里面的话tables也就有了 就我有一家university class table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拿出个班子 现在什么班子都没有 好 我们可以post 比如说 加一个2021年的班子 然后2021年一般 加一个 这应该是add 但找不到这方法 加进去了primary id是4 我们看 就是student这张表和university class这张表 都是从happiness sequence拿的 这个primary key 所以下一个是4 所以谁先要的话就给谁 它们是共用的 好 因为刚才靠的这个方法两次 所以它插入了两个相同的 因为我们没有做重复的检查 所以就有两个这个 比如说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删一下 把id为5的这个给删一下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删 比如说deleads from university class whereid5 ok 好 我们看一下 这样就只剩下一个班子了 好的 接下来我们就是好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exception 比如说我存2025年post 看之前我们都是 嗯 之前我们都是200的状态 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就变成400betterrequest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学生和班级这两张表联系起来 我们知道一个学生只能在一个班级 但一个班级可以对多个学生 那这就是一对多的关系 我们怎么把它联系起来呢 好 我们回到我们的drama screen里面 我们知道一个学生 他就可以对一个班级 所以我们给他加一个 就叫他private的university class 然后我告诉他就是many21 many21就是说many我这张表student21一个class 这样就很好词 然后我要告诉他 我join column 因为一对多的关系就是要在 我们上一课就说过 就在学生这张表中多一个column 我们叫做classid 这样子就可以了 所以我生成一个join column 这个新的column 在这里 因为我的表叫做university class 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university class id 那样子的话这样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同理 所以在university class 那边的话 我们也要把这个关系给写上去 比如说university class 这张表 可以映射到一系列学生 就是Alias of students 那么对他来说 他就是one class to many students 然后我们可以 然后这里的话要加一个mappedby mappedby的话就是把我这个类的 名字像是university class 好 我们先看一下 跑一下 他我们数据库的schema会有什么改动吗 看 数据库的schema又改动了 就和我们上一节MySQL课说的一样 他先outward table 加了一个column 然后光下一个column 是没有外间约束的 所以他又给我们加了一个外间约束 然后我们可以去这里看一下 比如说我想要describe我这张表 看一下 这个universe class id 就是新加的 这个universe class id 就是新加的 然后这个就是说明他其实是一个外间 然后他可以是none 好了 那我们现在的话就要再实现一些方法 比如说我们可以给这个学生说分配一个班子呀什么的 那我们给这个学生分配一个班子 叫做assignclass吧 这个方法就叫做assignclass assignclass的话 我就需要一个比如说学生id studentid 还有classid 就可以了 把这个学生分配给这个班子 把这个学生分配给这个班子 可以看一下假如 这个id 学生id不存在 我们就知道 我们可以搜一个exception 这个学生不存在 studentid non-exception 然后我们也要用到班子的那个dl 所以我们把班子的dl 我们也给他拿进来 university class class dl 一个啊,比如说我们就直接用invalid的universe class id 这这个是universe class dl 一个啊,比如说我们只要用invalid的universe class dl classException cannot find classID 然后我们其实可以把这classID给加上去 前面我们可以把这个学生的ID给加上去 接下来的话我就可以先把这个学生拿到 比如说我们之前写了这个 因为它是option的 所以用get然后university class 拿到university classDL defined by classID 因为之前判断过所以它们肯定都是存在的 然后学生的话就设置一下我的university classID 然后我们要 把那个 generator 这个setter 这个university classID 然后我们set一下 好 这样子就 这样子set完我们就是最后用dl去save一下就可以了 好的 那我们去我们的season control里面 把这个加学生写好 对 说我是post my opinion 然后 我们用的pass 我们叫做assign class 我们叫做assign class 然后下面我们就用pass variable 第一个我叫做studentID 第一个我叫做studentID 第二个我叫做classID 就是把这student 就是assign class 然后也是response 然后也是response end here 然后也是response end here 它就是clas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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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理我们有个try 然后这里catch的话 我们是用了两个exception 第一个是student non-existing exception 第二个是当可以一起catch一个负的 比如说直接是runtime exception 可以占分开写 要做的事情都一样 我们前面跳过来 画里面的话就是我们可以student 就是updatedstudent studentService.assign class 找studentID 找classID 你可参加student 对的 对的 然后 然后 最后来看一个 response entity 给OK 然后 assign the class 再把我这个学生 的biasc 振出去 好的 我们尝试跑一下 好 我们去postmenu 我们先看我们有哪些水平哪些班子 好 我们有班子ID是4 我们记住的 因为等一下我们就是要用到这个4 然后我的学生现在是没有university class 好 我们先开始把com1分配给班级4 那就是api student assign class 把ID为1的学生 我们分配给ID为4的班级 然后尝试一个 比如说我们用的是个post方法 我们尝试一下 好 它分配成功了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分配成功吧 get一下 真的分配成功了 他们的话现在是跟ID为4的班级关联起来了 然后我们也把23都给分配一下 host students assign class 就把2也分配给4 好的 那比如说把2分配给5 会发生什么呢 因为我们没有5这个班级 所以它就retend a exception cannot find class id5 好 我们把2分配给4 之后我们再把所有的学生拿一下 好的 这样子我们一个很简单的交互系统就做好了 它的话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我们的代码 首先我们要在 首先我们的项目里面会包了一个Spring MVC 它就用了有一些end points 这样方便 然后Spring data就是PA 比如说我们的entity 什么entity add column 什么one to many many to one add join column 全是这里来的 它就是Java Persistence API 就可以把数据库里面的一个model 就把数据库里面的一个table 和一个java的那个model 就可以很好的insights 还有MySQL driver就是和MySQL建议连接的 然后一开始我们create一个database 给我们的项目去用 然后在application properties里面 我们就可以指定我的 MySQL server在哪 如果用的是remote 也可以只要把IP 来这里就可以了 然后提供用户密码 然后这个语句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增语性的时候 它会打印出来之前的CQ语句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当我的model变的时候 我的schema 这个JavaGPA也会帮我自动更新我的schema 当然在生产环境中是不推荐这样的设置的 然后我们的model就是用了这个many to one和one to many 建立这个一对多的联系 然后我们现在提供的功能就是 比如说明年 明年 今年是二零 比如说二零二一年秋季 我要招学生 那么就可以add class 二零二一年 一二三四六七八班 然后我就可以招一些学生 我就可以那个regist student 然后再把student send到我的某一个class里面 在接下来的项目中 我们会拓展这个项目 比如说我们可以跑一些更复杂的CQ语句 因为我们现在CQ语句 通过这个CLUD Repository 它只提供了很简单的增上差改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用其他东西 跑一些更复杂的 我们还有一些全线认证 然后之后我们还会稍微做一些前端的东西 我去靠我们后端的这个service 好 今天我们就讲解了Drama的JPA 然后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